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31日也就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 今年是马来西亚的67岁生日 讲到这里了哈就很多人会有争议啊 今年是马来西亚67岁的生日 我可以相信了 东马人听到这句话呢一定会跳脚 哈哈 ok 极度都不认同这句话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一直以来都存在了很大的争议 其实正确来说啦 今天 2024年8月31号呢 是 马来亚 半岛 第67年的 独立日 周年纪日 正确的说法是这样 然后呢 你要说 马来西亚的生日啊 那个要等到下个月 9月16号 而且呢 是 61岁生日 从1963年算起 啊 是61岁生日不是67岁 啊 OK 好 所以其实就针对这一个争议了 我今天就想做一集 视频啊顺便讲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个 国庆日 OK 所以 我觉得呢 其实啊 我们的政府呢 应该是时候呢 去认真的思考 并开始动手的 解决这一个问题了 就是 马来西亚 国庆日的争议 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情 可以说是 东西嘛 之间的争议 争议了整60年的事情了 啊 OK 就好像 我们每次讲 今天是马来西亚67岁生日 东马人会怼你怼到死人了吗 哎 你们8月31号关我们什么事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然后 啊 67岁67年前我们还在 英国的治下 啊 你们67年前 你们马来西亚独立关我们什么事啊 然后就很多争议了是不是 所以政府是时候应该要一次过解决这些东西了 啊 OK 我个人给出的建议是呢 是时候呢 我们来一个双国庆 啊 双国庆 就是说呢 属于一个 国家的大日子呢 没有说一定只有一天罢了吗 可以两天的吗 就好像我们华人 我们做生日 一年可以做两次生日了吗 英国人生日 一次 华人生日一次 不奇怪吗 是不是 其实 马来西亚要做双国庆啊 是 合情合理的 啊 OK 我现在我先给大家一个我的 构思了 就是如果我是首相的话 OK 简单说一句 如果我是首相 我会这样来做 我会宣布呢 从今往后呢 马来西亚 每年都会举行双国庆 这个双国庆 主要是由两个天组成 一天是8月31号 一天是9月16号 然后两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 名字也不一样 8月31号那个 从此不再叫国庆日了 OK 也不会把这个称呼为马来西亚的生日 也不会再称你马来西亚多少年生日 多少年生日 它 会叫做 独立日 你要知道啊 在美国啊 他们的国庆日也不叫国庆日啊 叫做独立日 美国有个电影 拍了两集 叫做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7月4号 OK So 8月31号 以后我们的法定名称就叫做 独立日 而这个独立日呢 要挂湖 其实 就是仅限马来西亚半岛啊 我们就不要这么拗口了 马来西亚半岛 独立日 不要 我们讲一个独立日 OK 大家 自己understood 那就是讲马来西亚半岛 然后也不要讲国庆日 因为我们的国家包括了沙巴沙巴 你说这个国庆日 你把沙巴沙巴排除在外面 像话吗 不像话吗 是不是 所以你说独立日 然后大家understood 这是马来西亚半岛 OK 8月31号 是半岛的独立日 然后再多一个日子 9月16号 他的名称 叫做 大马日 马来西亚日 现在也叫做马来西亚日 OK 但是呢 我们呢 60多年来呢 我们所看到的是呢 所有的国庆庆典都 集中在8月31号 9月16号呢 起以前一段很长时间 甚至连公共假期都没有了 只是近期才变成有公共假期 然后什么庆典都没有 So 就非常的不balance 是不是 So 我是认为以后我们 就来双国庆 这两个加起来等于国庆日 可是这两个猜出来的话 就不叫国庆日 一个叫独立日 一个叫大马日 所以你明白吗 没有人可以啊 独享 国庆日 这个名弦 要两个加起来 才叫国庆日 OK So 以后方便我们辩认的话 8月31号 独立日 9月16号 大马日 就这么简单 然后它的形式 其实也可以分到很开 我先说这个8月31号 独立日 以前呢 我们所有的经典呢 都全部集中在8月31号嘛 包括今天早上正在进行中的 也是所有的青点都在 吉隆坡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不用调整太多 调整一些就好了 OK 我只能说呢 有一些 东西必须要在 吉隆坡进行了 那个跑不掉 比如说 最高人手 一定是在吉隆坡 军队的游行 一定是在吉隆坡 跑不了太远 还有那些 政府部门的游行 也一定要在吉隆坡 你不可以 跑太远 OK 就是 有一些人 他必须出现在 吉隆坡的 他不可能出现在 吉隆坡以外的地方 这一些人 的节目 我们留在 吉隆坡这里 他是一个 马来亚独立日的 庆典 所以其实形势跟现在 差不了太远 但是可能会少掉一些 特别 部队的 这个游行 或者是 一些特别的 疑性节目 少掉一点 他不可能更加多 他可能少掉一点 但是呢 我刚才讲的那个原则 其实很简单 就是 大部分 必须要在 吉隆坡出现的人 还是留在这里 比如说 元首 政府目门 还有军队 主要是这三个 OK 然后 8月31号的 庆典 就是如此 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就在吉隆坡 然后 9月16号 是一个 大马日 我建议 这个大马日 我们 马来西亚 13个州 轮流举办 OK 比如说 今年 今年 在我柔佛的 新山 明年 在马路甲 后年 到 深美兰的 福龙 大后年 可以在沙巴的古镜 在下一年 可以在沙巴的 Kotakina Baru 这样轮着去 13年轮一圈 OK 然后 每一年的9月16号呢 都在 不同的地方 举办 这一个 大马日 他也是一个 类似 国庆庆典 这样 但是 最高一手 应该就不需要去了 首相一定要去了 OK 然后 他也不可能有军队 也不可能有 政府部门 所以 就由 那一个州 去统办这个事情 他里面的那些 庆典跟游行部队呢 都是 从那一个州 就地取材 但是呢 它是一个 整个国家级的 大马日庆典 以此显示 对每一个州的个别尊重 尤其是 沙巴沙巴 刚才我说顺序其实错了 如果是真的要这样来做的话 第一届在古镜 第二届在这个 Kotakina Baru 我罗佛 慢点 这个9月16号变成一个 大马日的庆典 他 由那个州自己去发挥 只是他没有了 最高援手 没有了军队 没有了 吉隆坡的政府部门罢了 你可以有 那一个州的部门 OK 就这样 就这样 我觉得到时候呢 如果我们有双国庆的话 我觉得 皆大欢喜 怎样说 皆大欢喜呢 你8月31号 你没有多大的改变 然后9月16号 你把这份尊重还给了 沙巴沙巴 而且呢 每一个州呢 都可以轮流办 这个 国庆庆典 对于当地的 旅游业 消费 也可以 提升 是好事的 OK 所以 我现在要讲一个 最关键的点 如果 安华呢 他做了 这一个举动 在马来社会那边呢 可能会有一种 很不好的解读方式 就说 你现在在贬低着 我们马来亚半岛 马来人的 这个 地位是不是 我们 马来亚半岛的 马来人 是主导地位 国庆日应该 以我们的生日为准吗 你去 讨好杀八糟啊 做什么 当然想出这个 想法的人 也是很非啦 OK 但是很多人 是这样来想 你 安华如果敢敢 像我这样来做的话 一定很多马来人 起来抗议的 一定是以我们生日为准的吗 你去考虑人家生日干嘛 OK 要怎样解决 这样问题呢 其实 我刚才说的 8月31号 已经保持了绝大多数 庆典的元素了 只是 一个全国 13个轴轮流 办这个9168了 但是无所谓 要解决这样的争端 还有一个方法 我是建议 这个 政府 OK 现在呢 抓紧时间了 叫所有人 都必须要注册这个 Touch and Go E Wallet E Wallet OK 然后 如果 马来西亚政府 以后要发放什么援助金 什么的话呢 每年 就是两个日子 发放 8月31号发一轮 9月16号发一轮 OK 数目 我不管它啦 OK 100块也好 200块也好 当做零用钱也好 就是 发给 这个 Touch and Go E Wallet 如果人数太多的话 你只可以只发给 没有问题 OK So 你用这一个方式 反正援助金 你都是要发 只是你日期稍微 adjust一下 你把日期放在 831 跟916 你这样来做的话 我可以跟你担保 那些拿钱的人 对于 916 这个 一半国 清日的 这个定义啦 不会有任何的 怨言 916是我拿钱的日子 OK So 这个不是贿赂啊 你反正你都是要给钱的吗 我只是叫你把给钱的日期 放去 831 跟916 而且你用 Touch and Go E Wallet 给钱的方式 超简单的 就是 Touch and Go的总部那边 key in一下 你的 电话就有钱了 OK So 就用这个方式呢 去解决 马来社会的 争议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